《热烈》中的王一博如何演好反差角色从冠军队长到卖艺少年? 由导演大鹏指导,黄博和王一博主演的青春热血电影《热烈》即将于7月28日与观众见面,点燃夏日热情。 经历了今年前面的《无名》和《长空之王》两部完全不同风格的电影后, 王一博这一次将扮演一个热爱街舞却在生活中频频受挫的年轻人角色。 这个角色非常富有张力,与王一博之前饰演过的任何角色都完全不同。 同时,这也是王一博首次参演大鹏导演的作品,并与黄博首次合作。 影片中还有岳云鹏、小沈阳等众多喜剧明星的加盟,注定让观众欢笑不断。 观众普遍认为热烈是一部热血澎湃,充满青春活力的电影,让人感到愉快和快乐。 影片向每一个被低估的人致以敬意,向每一个奋斗拼搏的人致以敬意,它展现了被放弃后的绝地反击,是对那些勇敢追梦者的鼓励。 热烈给观众带来了非常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使观众很容易与片中的人物产生共情。 影片通过生动的情节和真实的人物刻画,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观众们可以与角色一同经历他们的成长,困境和奋斗,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观影体验更加丰富和深刻。 导演的专业付出和主演的正确选择确实是热烈成功的重要因素。 黄博作为导演和主演之一,以其出色的演技和舞蹈实力塑造了角色的鲜活形象,他的舞蹈天赋为角色注入了更加真实和震撼的表演。 而王一博作为地板舞出身的顶级舞者,在片中扮演的角色陈硕也与他的舞蹈实力相得益彰。 王一博在街舞圈积攒的人气和口碑使得街舞成为他的标签,他的实力和才华在影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舞蹈表演和角色演绎。 这些因素的结合为影片增添了更多的魅力和吸引力。 王一博在舞蹈领域的成就确实令人瞩目。 他作为创造101的舞蹈导师,为众多选手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培训。 而在这就是街舞的第三季中,他以队长的身份带领团队经历了重重挑战,逆风翻盘最终夺得冠军。 随后他连续参加了第四季和第五季,再次展现出色的舞蹈实力,在第五季总决赛上的开场舞更是引爆了观众的热情,该舞蹈在抖音平台上更是引发了全民翻跳的热潮。 他的成功不仅体现了个人努力和才华,也代表了所有舞者追求梦想和表达自我的心声。 他的舞蹈才华和影响力使他成为了众多年轻人的偶像和榜样。 王一博在电影《热烈》中的角色确实需要一个合适的演员来扮演,而大鹏导演选择了王一博。 大鹏在谈及选角时强调了合适这个关键词,这意味着王一博具备了符合角色要求的特质和能力。 可能是因为他在舞蹈领域的出色表现和舞蹈实力,使他能够更好的诠释电影中的热爱街舞的少年角色。 此外,王一博在综艺节目中展现的个性魅力和与观众的互动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因此,大鹏导演认为王一博是最适合扮演该角色的演员,他的选择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支持。 大鹏导演通过走访众多的Breaking舞者,了解他们对于陈硕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对合适演员的期望。 当问及他们会选择哪位演员扮演这个角色时,大部分舞者都提到了王一博的名字。 这一点深深打动了大鹏导演,并且他亲自去找到了王一博。 当大鹏导演告诉王一博许多舞者都认可他适合扮演这个角色时,王一博非常激动,并将之作为自己的动力。 这种共鸣和认可让大鹏导演坚信选择王一博是正确的,并进一步巩固了他对王一博在电影中出色表现的信心。 我很高兴能参演这部舞蹈题材的电影。从小我就热爱舞蹈,并一直努力坚持。 这次能将舞蹈与电影结合起来,让我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感到非常开心。 舞蹈是我的激情和追求,通过电影,我有机会将我的热爱与观众分享,这是一种有比充实和满足的体验。 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够传达出对舞蹈的热情和努力,激励更多的人追逐他们的梦想。 对于《擅长街舞》的王一博来说,在热烈中饰演追梦少年陈硕确实能够展现他的优势和魅力。 然而,我们也不能将他局限于这一个角色。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王一博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展现出不同的表演风格和角色形象。 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挑战,而王一博的才华使他能够成功地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他的演技和表演能力在不断成长和发展,不断给观众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街舞片还是其他题材的电影,王一博都展现了他的专业能力和演技实力,让人期待他在未来更多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尽管王一博与陈硕的成长经历不同,但正是通过演技的展现,王一博能够真实地诠释和演绎出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他的个人经历和舞蹈背景为他带来了对舞蹈的深刻理解和表达能力,使他能够更好的塑造和诠释舞蹈题材的角色。 无论是与角色相似还是有差异,王一博都能够通过精湛的演技和自身的特质,赋予角色独特的魅力和深度,为观众呈现出令人难忘的演出。 他坚持尽可能每次都做不一样舞台,对得起观众也对得起自己。 这是背后的千百次摔倒之后再来,在练习室里无数个通宵换来的。 长年累月的练习让他练就了强大的肌肉记忆,就像在末班地铁上不断旋转,跌倒,再爬起的陈硕。 这与电影中的陈硕在练习室里的坚持和努力相呼应。 无论是王一博还是陈硕,他们都通过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的尝试,为了自己的梦想奋斗不止,勇敢面对摔倒和失败,并不断爬起来,再次出发。 他们的坚持和付出成就了他们在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和成功,也给观众带来了无限的激励和启示。 汪涵对王一博的评价非常准确。 王一博在舞蹈方面的才华和表现力确实是通过多年的坚持和不懈努力获得的。 他从童年起就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和练习舞蹈,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努力,逐渐培养出了出色的舞蹈技巧和天赋。 即使回国后,王一博也曾住过桶子楼,体验过简朴的生活。 这些经历让他更加珍惜现在的成就和机会,也更能体会到生活的不易和人间的冷暖。 他的成长精力和坚强的内心塑造了他那烟火器的个性,让他在演艺圈中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大鹏导演以其擅长的励志题材电影文明,他在近两年的作品中取得了优秀的口碑和票房成绩,展现出了他对于故事叙述和角色塑造的独到见解和才华。 观众对他的作品寄予了高度期待,相信他能够将热烈打造成一部充满热血和激情的电影。 他所说的那句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凸显了他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 热烈这部电影以及热血激情的主题,勇敢追梦的情节,以及王一博等实力演员的精彩表演,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共鸣和激动。 这部电影以舞蹈位在体,展现了年轻人追求梦想,超越自我,战胜困难的故事,激励着每个人都勇敢向前。 电影中的角色陈硕,虽然在生活中屡屡碰壁,但他拥有一颗坚定的心和对舞蹈的热爱。 他通过不断努力,不畏艰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舞者。 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给观众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启发,让人们相信,只要拥有梦想并未知努力,就能战胜困难,追求自己的人生下职。 同时,电影还通过幽默诙谐的喜剧元素,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和轻松的笑声。 黄博、王一博等喜剧明星的加入位影片,增添了更多趣味和笑点,使整部电影更加生动有趣。